建成仅两年的露天剧场无复存在 最后整个景区也将被整体拆除 他们投入这2.3个亿这些年经营的相对有点惨的 而且他租地租期到2014年就到期了 你看明年他就到期了 然后今天就给他拆还能给予他一定的补偿 这民企觉得很高兴 如果明年到期了的话 他这地方不叙述给他了 他就得自己负责把这个东西都拆掉 你看这回政府给你拆了 他给你一定补偿 民企甚至觉得自己转型的机会来到了 从这表面上看好像没有什么矛盾 可是你这个账挖了算盘怎么挖了都不对劲 就是说如果你把它定性为伪装建筑 那当初是怎么审批下来的呢 因为投入了2.3个亿 最后这些建筑没了 这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浪费 所以有的人说说这个事当初规划有问题 可是这么些年来我们看全国各地 这种现象可不少 像最后把这个箱整个都拆掉 这种事在全国不少见 你看那个我知道2008年时候 成都把这个古代那个大瓷寺重新复建 大概投了4000多万的建了一片仿古建筑 结果到2011年拆了 传说中 成都大瓷寺是唐玄藏的奖经所之一 曾多次毁于冰火 又几番修缮如故 2008年 成都市锦江区投资4000多万元 仿建了近万平方米的大瓷寺历史文化街区 然而在建筑后的三年里 却一直闲置 2011年 锦江区政府将仿建的大瓷寺历史文化街区拆除 并以20亿元的价格卖给开发商建设商品房 这比我们刚才说的 厄阪工程还短 三年时间不到 而且从来就没投入使用 那么当然 有的领导说 你这想法太狭隘 只有这个大拆大建 才能创造就业机会 才能拉动经济 才能发挥土地效益 他说这有一定道理 可问题是 这个是以不浪费为前提的 你大拆大建 这个在国际上很有名的 叫破窗理论 就说比方说这栋楼里头有个窗子 啪被打破了 被打破了之后 有人得来修 有人就琢磨了 这窗子一修 你看修窗这人挣着钱了 再换个玻璃 卖玻璃那人挣钱了 接着就会有更多窗子被打破 说这不就创造价值了吗 创造财富了吗 创造就业机会了吗 其实这是一种啊 非常可笑和荒唐的算法 有的人说老梁你说这也不对 现在人家西安这块呢 要建立这个新的 鹅旁公移植保护 有个大的规划 这是好事啊 再说人家说了 这个移植公园建完了之后 免费对外开放啊 不向老百姓收钱呢 各位 这里头的文章 可能您不了解 鹅旁公本身 其实就是个子虚无有的概念 为什么能说 你看有的地方建 什么这个 袁纳都遗址公园 像这个秦长城遗址公园 这都可以 为什么 实实在在当年 万里长城建在那摆住那 可是鹅旁公呢 它是个虚的概念 它压根就没建完 甚至 就总工程量的 大概 百分之二三 它都没建完 因为现在 鹅旁公建了多大 就是把地基挖起来 那么几个土台子 还有一个全店 后来还给分毁了 就那么点地方 五步一楼 十步一格 富压三百余里的鹅旁公 为何被质疑 是史上最大烂尾楼 土人一惧 可怜焦土 土霸王项羽 是否真的一把火 烧了鹅旁公 老梁观世界 正在为您播出 以鹅旁公之名 可是鹅旁公呢 它是个虚的概念 有人说你说不对 我们是从小学课本就学过 都木写的吗 鹅旁公库 说鹅旁公库 说鹅旁公多大呢 说的什么意思 一天 就这一宫 宫殿里头 气候不一样 这是春季 那边刚出下 都这样 说这鹅旁公得多大 七百多间房子 其实房一天晚上住一间 住到姊妹住过来 这是不是这事呢 你别听文学家 在这个作品里头写 他玄乎虚构 这是动目虚构的 他为了形容秦朝时候 如何顶上 所以最后 术族教韩古举 处人一具 可怜教徒 鹅旁公被烧了 鹅旁公 可恶的鹅旁公 你把我的表演 撤到哪儿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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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其实项羽压根没烧恶房宫 他烧的是咸阳那个秦宫 反正项羽残暴都推他身上 假设这个阿房宫要确实建成了 又被项羽一把火给烧了的话 那在阿房宫这个废墟长就应该形成一个很厚的一层 灰烬层 这灰烬层里头肯定有很多没有完全烧进的木炭 什么的烧焦的木块 据史记记载 公元前207年项羽入关后 不仅将秦宫室烧毁 更是企图将秦始皇陵兵马俑 等一切留有大秦印记的东西 全都毁掉 但是据专家分析 如果项羽火烧阿旁宫 大火整整燃烧了三个月 那么考古学家在阿旁宫遗址 应该会发现火烧的痕迹 然而在考古学家们进行了大量钻探工作后 并没有发现火烧过的痕迹 还有就是房屋和房屋旁边的空地上和那个花池子里边 而珠圈旁边 厕所旁边 全都进行了钻探 在这么大的面积的钻 密集的钻探 一平方米五个钻孔 这么密集的钻探上面 都没有发现一处有火烧的痕迹 那么阿旁宫的遗址中 找不到火烧过的痕迹 说明什么呢 就是通过我们科学的考古工作 就是说我们得出的这个结论 是完全正确的 所以我认为 项羽没有烧阿旁宫这个 没有烧前面阿旁宫 这是肯定的 说为什么说鹅帆宫 没有 鹅帆宫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烂尾楼工程 压根就没建完 就建了一点点 地基打起来 建个前面 剩下啥也没建 有人说你说这有科学道理 你看我跟你解释 鹅帆宫压300余里 按他这个规模来看 大概是15万平方米左右的建筑面积 圆明园 16万平方公里 有人说那圆明园都建起了 你别忘了圆明园建了多长时间 圆明园是打清康熙48年建 经历了五代帝王 延时150年 圆明园才建完 鹅帆宫建了多长时间 你别说秦时候的这个建筑能力和清代的有巨大差别 秦朝那时候建了多少年 建了两年 秦始皇公元前212年决定建立鹅帆宫 总共两年工工 秦始皇暴毙死了 就真正的鹅帆宫失用工期就两年 他死之后呢 赶紧把建鹅帆宫这人呢 调到黎山那边干嘛 给秦始皇修皇陵 总共就两年时间 就说这个工期 怎么这都不够的 你想圆明园的都清代了 还150年建完了 你这两年能建啥 这是一个 再一个 人力不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